昨天晚上位于霹雳十兆远 有一辆丰田临放休旅车涉嫌超载 在格尼市路段发生车祸之后翻覆 导致一个人死亡 四人受重伤 根据霹雳消整局第一高级消整官员 沙巴洛兹指出 消整局是在昨天晚上7点30分接获投报 随后派员到事发现场展开救援行动 底部之后发现这起车祸涉及9名印尼籍公民 他们全部都没有身份证件 事发当时 丰田休旅车上据悉 再有一名成年男子 四名成年女子 两名女童和一名男童属于超载 他们在消整员抵达之前就被民众救了出来 事故发生之后有一名女子当场死亡 另外有四名女子受重伤 已经送往斯里曼容政府医院治疗 而其他人则是蒙受轻伤 未经许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